南投县政府规划在南投县新建全民运动馆 其中县府初步规划在县府大楼对面的南投县议会大楼旧地址 新建全民运动馆 今年也特别召开第一场全民运动馆可行性评估 先期规划公庭会 邀请了地方民意代表里长及民众共同参与 公庭会有副县长王瑞德主持 县府教育处长王淑林 南投市长张嘉哲 南投市代表会主席张慧清 以及县议员简谦翔 林如阳 沈淑珍等人 也都亲自到场来参与 南投县政府希望透过各个出席者的发言 作为推动全民运动馆的参考 副县长王瑞德指出 南投县议会旧地址土地约6385平方公尺 初步的规划 缠照国民运动中心的推动模式 设置体势能中心 瑜伽运力教室 桌球场 雨球场或综合球场等运动设施 并强化公益回馈 开放特定时段 公联掌以及弱势族群免费使用 提升各年宁城之运动风气 今天特别代表许舒瓦县长来主持我们在南投县内的第一场 关于全民运动馆 也就是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常常把它称为国民运动中心的宫廷会 那公定会的目的当然是要广为收集我们在地民意代表以及居民的意见 来作为我们后续持续推动的参考 那今天目前这个阶段是一个规划阶段 那在规划阶段能够听到大家的意见 在后续的工作效力上会比较高 那我们邀请我们辖内的议员还有张市长 还有我们的代表会 所有的代表都来这个地方来做讨论 还有关心的里民跟里长 那我们这个中心目前初步的规划 在南投县议会的旧址 那面积有6300多 我记得是6385平方公尺 那里面会有体势能中心 还有我们的运绿宜家 还有球类 我们一般想象的球类 大概是羽球 桌球 排球 篮球之类的 那当然会有相关的配套的这个用品 这些可以购买的地点 以及运动的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休憩的这些地点的规划 希望它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南投县民更健康 而且我们有一个休闲消费的地方 那把这个地点做一个非常充分 有效力的利用 让县民能够真的在许县长的前民移居 这个热火南投的这个政见宴请上 在体育运动的个人的健康 能够促进 那也能够在生活上增添了很多 我们多元的生活 县员简千香感谢南投县政府的用心 听取地方的心声 办理全民运动馆公厅会 但也期望县府在西部规划时 能够更加重视友善富佑的权利 在家长做运动的同时 周遭能够建设儿童游戏室 让家长们都能够清楚看见小朋友 使动线更加的清楚 另外针对无障碍空间的部分 也希望可以纳入其中 尤其必须要建设高洗手台 以及低洗手台 最重要的是 无障碍厕所的部分 希望这些部分都可以加入进去 以方便轮移者使用 各位县民好朋友们 家人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千香很荣幸地 来跟大家报告一件好消息 就是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 终于开始来公厅会了 现在正在做一个可行性的评估 那我想选址的地点 很有可能是在南投的就议会的地址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因为毕竟南投跟其他县市相比 我们实在落后太多了 那你看嘉义 宜兰 台东 花联 其实台湾全省 就像我们南投不而已 所以拥有国民运动中心 变成这个县的 或这个市的 这个城市的 民众的一种权利 它不是一种特权 它是一种权利 是一个基本的权利 就是我们健康的权利 我们每一个市民朋友 市民朋友 都应该要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牵强身为议员 我们一定会全力来争取 全力来为大家某这样的福利 让大家能够更健康 先元林如阳表示 全民运动馆的设立 能够提升 宪明运动风气 让民众能够有更加良好的运动环境 但针对室内跑道的规划 希望可以纳入其中 以确保环境因素的影响 造成室外跑道无法使用 例如新北市及桃源市的运动馆 都有室内跑道的规划 以方便民众使用 另外对于全民运动馆的场地运用 希望也能在空地的部分 做一些详细的规划 例如五人制足球运动等 对此也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针对户外的空间 来做更完善的规划 今天是一个比较初步的公训会 所以或许内部的 到底要有哪些项目 可能经营团队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就希望说 第一能够有一个室内的跑道 其实像现在新北还有桃源 他们的体育场馆 它会有一个室内的跑道 就是说当我在下雨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一些民众 还是希望跑步的话 他们可以在我的运动中心来使用 那第二就是包含了 运动的空间应该不只是 我们的场馆而已 它在外面的空地 也是可以做一些规划 例如说五人制的足球 那像我们南河 不管是水里还是说南河这边 都有在做相关的推行 所以我觉得会有应该可以做 在场馆之外也有相关的规划 包含了像我们现在小朋友 他们在雪布车 甚至有一个全国性的比赛 其实户外的空间 怎么样来做未来的运用 未必只是说我当下的运动空间 就像刚刚营生大哥有提到的就是说 或许未来在外界的这个部分 我相信只要有需求 那厂商未来的运用团队也会愿意支持 那至于收集民众的这个运动的方向这个部分 我想在我们的情形屏幕里面应该 我记得我在网络上有看到 相关的相关有在做相关的调查 但是也是要再了解说 到我们现在未来的趋势 不只是说我们现在的需要 未来国家运动和飞动相关的运动的一个趋势 我也希望说我们都会拉入我们的桃鸟 先渊沈朱珍表示 全民运动馆接下来若委外经营 而全民运动馆在时间上的安排 也希望能够延长至晚间 这样民众再下班之余 才可以有时间前来运动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针对这个部分 来做更详细的规划 另外针对课程安排的部分 也希望可以比照外线式的做法 将许多的课程安排在其中 相信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能够有效地吸引民众 愿意再回来运动馆内使用 而针对场馆运动项目规划的部分 不管是景级类球类等项目都好 希望能够广纳民众的意见 照付宣明 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我们南口现在有这个 关于运动馆或运动中心的 在公平会的局法 那我相信这个是我们 能玩出一件事情 那也是沉入检疫员 还有林医员说的 我们这几位议员 其实在竞选的过程中 常常有去提到的 就是国民运动馆 那非常开心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这场公平会 那我们希望说 这个公平会 未来如果民众真的很关心 还是有机会可以再闯办 南投理长陈信佳 在会中则表示 希望全民运动馆的建设 能够将活动空间的部分 西部规划完善 包括运动禁止建设 无障碍空间等 让家长在运动的当下 可以随时随地 清楚地看见小朋友 相信这样子的做法 能够让家长 更加安心地运动 其实我觉得这个规划是不错啦 可是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推广什么 另外的活动 因为每一个运动类的话 有分类 对不对 像是小孩什么 都值得尊重 但是现在的全民运动馆的话 规划的话 当然可以纳入 小孩面的话是更好 但如果不能纳入的话 那是有另外的场地 就像南斗市现在建的部署馆 他也有一个 我们市长也知道有一个楼层 是可以让他们逐渐使用的状况 但是后续建设的时候 但是全民运动馆的话 我还是比较赞成我们议员想讲的 就是说 我们的活动空间 就是我们的 胡三岸跟亲自的方面要做好 让我们家长在打球 还是做运动的时候 能够一旁边有个兼顾到我们的小孩子的地方 能放心嘛 就是说 像姐姐讲 姐姐预言讲的 然后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小朋友在旁边 可能有人修他们可以娱乐的地方 我们还目视得到这样的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委外的时候 委外 委外是很重要 委外的话可能 很招标的话 可能就是要收费 希望说 后续如果收费管理上的话 收费合理 你就像我们打米包 在中心新出场 他有个会员制 但他收费是很便宜 但是他还是出现正义 为什么 他有会员卡 大概十个人进去 这些问题 希望你们能排除一下 其中 公听会有许多的民众 也踊跃的发言提出意见 希望相关单位 在规划全民运动场馆时 能够结合许多外线市场馆的优点 包括场馆空间的规划 无障碍空间的设置 户外空间的运动 新型运动设施等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营造一个 属于南投特赦的 全民运动场馆 另外 针对场馆规划的部分 希望可以规划一个 国际季的比赛场地 而这对于南投来说 也颇有帮助 不仅能够在本县办理 大型的国际赛事之外 每年的南投县运 以及活动等等 都能够再次举行 相信 进而也能够吸引 更多的观光人朝前来 带动周遭的经济发展 对此 县员石庆龙 除了感谢县府 重视国民运动之外 也期许能够会证 地方民众的意见 来新建一个符合县民 所期待的全民运动馆 县府规划 我们在南投县议会的旧馆 来新建全民运动馆 这个对我们县 提倡全民运动 或是各项单上的运动 我想有这样的场馆 更表示 但是我们县长还有县府 大家注重这个我们全民运动 所以最近开始就场馆的规划 等等来设计 能够听取 做这个收明会 听取民众的意见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 这样的一个 等于是实证的典范 我们也希望透过 这样的一个收明会 大家汇取大家的意见 能够真正的建立一个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健康和身体状况 而运动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于身体和心灵健康上都有很多的帮助 对此南投县长期以来没有运动馆的问题 是南投县民长期以来的新生及需求 尤其年轻朋友想要打球 因南投县的设施不足 老旧无偿地等种种因素 都必须要到外县市 而南投县政府了解 县民长期以来的需求及新生 今年初步规划在县府大楼对面的 南投县议会大楼旧地址 新建全民运动馆 并召开第一场全民运动馆 可行性评估掀起规划公庭会 希望透过各个出席者的发言 作为推动全民运动馆的参考 来建设一个符合县民需求的场馆 对此县员简千祥 领如扬沈树 除了感谢县府的用心之外 也期许在西部规划时 能够兼顾友善富佑重视无障碍空间 广泛地收集运动人口的意见 运动馆户外场地如何延伸 为外经营时间的安排 课程设计以及如何 游会在地居民等问题 并营造一个属于南投特赦的场馆 造福南投县民 民意新闻邱炳俊专题采访报道